天天都要去个厕所 却蕴藏着许多让人毛骨爽然的灵异事件 大家好,我是希哥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厕所诡异传说 从我上学要去厕所 老是一伙人去 女孩们也是一样 不知道这是习惯 喜欢大家一起去 还是因为厕所潮湿的环境 刺鼻的味道 还有那偏密闭的小空间 老是一样人有一种陰森的感觉 尤其是晚上的时候 不管是在学校上辅导课 还是在公园运动玩 要上厕所的时候 都让人有种全身发毛的不安感 而关于厕所的各种灵异传说 也不禁而走 不管在哪个国家 都有关于厕所的灵异事件 在韩国一档灵异节目 深夜怪谈会 居民的程度是因为所有故事都来自真人真事 其中一则 旅馆厕所里的声音 最被广为流传 整体事件是由一名住在仁川 20岁的金城勋向节目投稿的 事情发生在2019年2月 当时金某的女友家里有门禁 所以两人相约在白天一起吃饭喝酒 无论能更没居住的吃饭喝酒 两人平常都会选在旅馆内约会 万一喝醉了还能休息一下 事发当天金某和女友买了酒和一些下酒菜 一起在旅馆里度过愉愉快的时间 喝了酒之后 两人都有些酒意 一想睡觉休息一下 女友向金某说 亲爱的 我实在太想睡觉了 我们把东西收拾一下 睡觉吧 于是金某和女友一起将东西收拾干净 并躺在床上休息 金某贴心地用笔电放着音乐 为了能让女友在门禁前到家 还将闹钟设定好时间 要让女友能准时回家 两人睡了一段时间之后 金某醒来时 顺手往女友躺的方向摸去 却发现女友不见了 金某此时心想 女友会不会因为门禁时间的关系 先离开了 正当金某准备继续入睡时 听到厕所里 马桶冲水声音 金某因为冲水声醒来 由于厕所内等是关着的 而厕所门是一半透明的玻璃 所以即便没开灯 你就能看见里面是否有人 但厕所灯没开 却传出马桶冲水的声音 金某感到一丝不安 一直说服自己 厕所里肯定是自己的女友 但心里还是觉得怪怪的 金某不安地开始问 亲爱的 你在厕所里吧 过了两三秒 厕所存在一丝 回路的女生回答着 嗯 金某放下不安杆之后说道 哎 在里面怎么不开灯呢 吓死人了 还以为有鬼呢 那我要把灯打开咯 突然 厕所里传来一声怒吼 不要开灯 这时候金某吓了一跳 这声罢吼 让金某一时期间分不出来 这声音是男还是女 但金某又想着 不会是女友也没有害羞 觉得不好意思 才会这么急着回答 金某也没有多想 就会静静地 在外面等女友出来 此时 更鬼的事发生了 厕所里存在女子的笑声 那里头依旧一丝灯光也没有 即便在里面有手机 也多少会透出一丝光线 但 整间厕所 就是一片黑压压 金某觉得奇怪 于是在都问起 亲爱的 你还好吗 厕所里没有任何回应 却一名女子 突然出现在厕所 无不顾理的另一侧 模样非常明显 而且呢 明显看见 干女子用银声 锐利的眼神 看下房间 看到此场景的金某 吓了一大跳 她开始担心 厕所里的女友 是不是因为喝了酒不舒服 就在其他厕所里 女友现身的那一刻 不知道从哪 从来的拍手声 传遍整间房里 而且一直拍 一直拍 一直拍 完全就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金某整个人都感到不安 且非常不舒服 无限的恐惧感 已经逼到金某 快要传不过起来 但 她还是忍不住 一直往厕所里 物不物理的方向望直 约女友喝醉 在厕所里刷酒疯 想去的女友的状况 客室的时间 一点一滴的流逝 过了几个小时 恼人的拍手声 终于停下 就在声音停了之后 原本贴在厕所 屋簿里的女友 也突然消失了 金某刚好解脱的那一刻 开始喊着女友 便开始收拾东西 准备离开 金某这时打开手机 时间显示 凌晨一点 还有一则未读讯息 是女友晚上十点半 出来的 内容写着 我已经安全到家咯 也就是说 女友十点半就已经离开 那 从女友离开 到凌晨一点的这段时间 在房间厕所里的那个女人 到底是谁 据传 淘安摩索大学 校园里 有一栋女生宿舍大楼里面 曾经有位女生 在宿舍的厕所 上吊自杀 事件发生后 住在这栋楼宿舍的女生 都不敢去上厕所 许多人都说 曾在厕所里 看见一个身穿白衣的女生 传说中 这间厕所 是很老实的那种 从门口进去 会见看见一个 面积不大的空间 里面有一座 长长的水槽 高度约有半个人高 水槽上有七八个水龙头 是让足足学生 在这里洗衣 搬盖洗用的 而另一边的小空间 开着一道小门 小门里面就是公共厕所 厕所里共有六个小隔间 分成左右两边并排 一边各有三间 小隔间是由水泥砌尘的 每个隔间都是敦式马桶 而且隔间没有门 某天 祖宿的某位女学生 因为拉肚子 死在憋不住 虽然她不相信 厕所闹鬼的传闻 但传闻毕竟 还是让她在半夜里 有一点害怕 于是她一直在床上 搬来复去的忍者 终于再忍不下去 不敢三七二十一 抱着肚子 无畏缩缩的 前往洗衣间里的厕所 终于走进去后 她心中皱麻 怎么都只有一盏小灯 灯光还非常微弱 而在洗衣间里的厕所 却没有半盏灯 这唯一的灯已经坏了 每次修还是修不好 她犹豫的站在厕所门口 站犹豫 要不要走进去时 翻滚了肚子 让她无法再思考 克服心中的恐惧 默黑走进厕所里 虽然没有灯 但毕竟住在这栋室里 自然对天天上的厕所 一点都不陌生 便靠了直觉 默黑走到她平日白天 习惯使用的厕所隔间里 由于从地面 到蹲车上的位置 有一个台阶 加上里面很黑 要是摸到里面已经有人 场面不但会十分尴尬 双方也会被彼此吓破胆 所以女学生 在上来街时 记得洗衣间 透进来的微柔光线 仔细看了又看 还故意干咳几身 缺点里面没人之后 才搭进厕所里 当她蹲下去之后 不然感觉到 有一股凉风 从地下吹过来 让她突然想起 另一个传闻 厕所里会无缘无故 伸出一只红色的手 找人要维生纸 虽然她自己知道 不该在这时候想起这些事 但人就是这样 越是害怕 就越忍不住 无私乱想 向着想着就全身发毛 生怕真的会有一只 红色的手伸出来 为了克服心中的恐惧 她从自己上的厕所 隔间 顺势往外看 眼光最前扫过的 是正对面的隔间厕所 突然 映入眼帘的景象 让她心脏 默然震了一下 她看见 有一道温温白白 看起来像女人 穿着宝藏衫的V100 一样的东西 从台阶上面 游里向外 顺着台阶 拖到下面来 在这中可以明显感觉到 那道白色朦胧的影像 有点像水流一样的形状 刺客心中摸到最高点 脑海里也忘了 厕所里会有红手伸出来这件事 难道开始担心 有关这间厕所 上了自杀女生闹鬼的事 黑暗中 她一双眼睛 丝丝的盯住 那看起来像一摆 又想流水的东西 心想 会不会是自己 在黑暗中演化了 但越仔细看 发现那一道白色的影子 好像是布料 看起来似乎有布料的纹路 又要似布料折起来的样子 很明显 不是自己演化看错 她可以心急着想要起来 但肚子痛得厉害 又无法立刻紧身逃跑 于是她告诉自己 冷静 冷静 别怕 这世上没有鬼 不要详心传言 她一边强迫自己镇静 一边不断安慰自己 然后她又想着 或许对面正好也有被人在上厕所 但越想越不对 如果对面有人 为什么这落下来的衣摆 一动也不动 在她进来的时候 她故意干渴 对方连个招呼 也没打 加上女生们胆子小 碰到三更半夜 不会上这里的厕所 除非像她这样迫不得已 还会来上这间厕所 而且 就算有人 这时候来上厕所 一群的同学 不管对方是不是熟人 也总会打个招呼 戒指互相撞胆 如果对面有人 就算再不爱干净的女孩子 穿着这么白的睡袍 绝不会任由衣服 在厕所里拖地 想到这里 她头皮突然一转发麻 脑子不受控制的 我是乱想起来 再睁大眼睛 站住了看着对面的那片矮门 生怕会走出来一个 脸色藏白的白玉女子 又或者从天花板上 突然垂下来一双 惨白不见血色的双脚 在自己眼前往来晃去 整间厕所实在太过与其黑 除了看起来很朦胧 又很真实的白色之外 其他什么也看不见 由于这个女生 在惊恐的黑暗中 眼睛叮得太久 全身肌肉 又僵又紧绷 脖子又酸又麻 但她连头要转向 其他地方看 也不敢转 她害怕转过去 又转回来的时候 面前突然站了一个人 为了给自己壮胆 并且分散心理的恐惧 她故作镇定的 轻轻哼首歌 而对面那一间隔间里 对她发出的声音 一点反应也没有 就让她更加肯定 对面绝对没有人 这腾一番之后 终于解决要命的拉肚子 她马上站起身 吴光仍然一刻 没有离开过 底层的腾白色 但 她站起来的那一刻 那道白色影子 消失不见了 地面赏气黑一片 什么也没有 她下了脸色大便 几乎要立刻转身就跑 但她是怕鬼 又不信鬼的人 她后发想象 厕所真的有鬼这种事 她待在几秒钟后 不信邪的 又原地蹲下去 就在蹲下刹那 那坦白色的东西 又出现了 这一景象 那立刻全身起鸡皮疙瘩 走向对面的台阶前 那一瞬间 不知哪来的勇气 她微微地往隔间里 望了一下 内面一样漆黑 空空的没有人 而地上那坦白色 大家起身之后也不见了 在极度无弱的攻陷下 看了看 甚至摸了一下 地面上除了残留的水机之外 再也没有任何东西 这个结果 让她稍稍宽心了一下 相信刚才肯定是自己眼花 这里根本没有鬼 让她更确定 厕所里有鬼的穿温 只是一额穿额 如今她已经发现了真相 厕所里的白影 只不过是反光造成的误会 她必须把事实说出来 以免人人担监受怕 还其他女生都不敢上厕所 于是她回到小客间里 原本蹲的位置 蹲下去之后 果然又看到黑暗中 白色的东西又出现 但一起升 白色就消失 她沉住气 试了好几次 她可以肯定 这是光的反射现象 但 不过那是什么光 造成的反射呢 她边想边抬头 试图寻找光的来源 除了时间 透过来一点点 几乎不可能造成反射的 伪留光线之外 她看到厕所墙上 开着一扇窗 那扇窗很高 几乎快接近天花板 拎白的月光 从窗户射进来 她预估了一下角度 月光照射下来 像头射在 刚才看到白色影子的位置 这时她恍然大悟 原来白色的100 就是这样形成的 月光洒下来 在台阶上形成弯弱的形状 看起来就像人的白色100 是的 一定是这样 搞清楚原因之后 她整个人一下放松了下来 心想 她让厕所游客的遥穿 真小大白了 但想想 月光为什么 看起来有布料般的尺感呢 为什么月光照进来 厕所里其他的角落 还去这么黑暗 什么也看不见 虽然她抱着疑问 依旧强迫自己 接受经过判断的结果 其他疑问就不用再去多想 便自我安慰地 很快离开厕所 坐在座廊里 竟然有发现真相的成就感 但 心里还是挂着一些疑问 等风一面催来 她突然想起一件事 她发现真相的成就感 和最后渗入勇气 相当间像个水溃蹄一样 一息而尽 她顾不得全身寒毛直立 头皮发麻 三步并两步 都也不回地开始尖叫 凄厉的残叫声脱口而出 拔起腿来 连滚带把她奔回寝室 就在这个时候 整栋楼的人 有在睡梦中 被她的残叫声惊醒 因为她突然想起 厕所里根本就没有窗户 自从那名女生 在窗户上吊自杀之后 窗户就被封死了 还有 今天夜里 根本就没有任何月光 虽然传说归传说 但 厕所里的另一现象变穿 不管大家信不信 上厕所还是找个人陪吧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不要忘了帮我按赞 订阅 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才会出过更新的通知哦 如果想听的内容 欢迎留言告诉我 维希哥 我们下次见